我有兩個答案你們要聽哪一個 文雅的還是不文雅的 不文雅的 最失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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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幾塊卡聲了 你們都不想聽文雅的啊 聽說 聽說 你們聽過袁翰雲這個人嗎 他有兩句詩 絕連高處多風雨 莫到窮樓最傷神 四年的時間很長也很短 因為很長 所以讓行政團隊和我 有機會完成了許多重要的工作 但是不論是未來大學方案的啟動 國際連接的拓展與加深 老師和學生講補助的提高與擴大 校內規章制度的改善與更新 以及各項永續計劃的開展 這些都是我們過去完成的一些重要工作 但是四年又太短 還有很多事情未盡全功 但這也是尋常 因為所有的校務 一定是一任一任的傳承下去 四年前的交接典禮上 我曾經說 我視台大校長這個職務 為一生懸命 只有全心投入 絕無反顧 當初就任時的心願已了 我覺得我可以無憾地 交棒給下一任的陳校長 如同陳偉招校長曾經說過 台大校長是最珍貴的職位 這也是我能期待也最重要的職位 現任校長後我將不再是公眾人物 我也希望生活回歸平淡 讓一切回復本來 我期待政治干擾與壓迫 永遠絕跡於台大校園 也期待法規與制度能夠真正 落實大學自治 這樣台大以及其他大學 才得以充分發展 真正成為學術自由的樂土 所以一方面我們會透過協會這個管道 來提出有關於高校重要議題 我想高校重要議題不只是學雜費 包括我們怎麼培養未來的人才 或者是說怎麼去做國際競爭 我們最近也跟僑委會這邊 在招收優質的東南亞人才 我們已經有跟七個大學 一起跟僑委會來規劃怎麼來做這個事情 我們希望說能夠以聯盟 台灣的大學聯盟 跟國外的大學聯盟 來做深度的合作 可能未來如果說有學生 因為學論的問題 他的碩士論或博士論文被撤銷的話 那我們可能會啟動一個主動檢核的機制 比如說會主動來針對這位老師 或者這個系所來做主動來評鑑的事情 那我想這各個學院性質不一樣 那台大會請各個學院來訂定 這個論文審查的一個標準 所以未來的話 我們也會在各個學院來開設 這個相關的論文寫作的課程 讓學生可以來學習怎麼寫論文